我叫李舒馨 今年66了 理髮差不多50年了 现在在家里 在那个深圈路口 那里自己家里都是这样 继续干了 以前就是用完这个推检 就用这个手检 用完手检 再用这个推检收理一刹 就用这个刮链 刮了这个刮脚了 刮完你要使头就使头 就是这样了 你不使头就少干净就玩了 脑一套的就是这样 现在也是一样 比方说以后啊 这个手艺就失传了 失传就失传了 你觉得可惜吗 有什么可惜的 应该是失传嘛 那个时代的不同 那个刮脑的前身 就是我们这些的嘛 有什么可惜的 有什么可惜的 因为它也一样是理髮 特别是它是 向那个方向发展的嘛 到这个年龄段的话 是非常怀念这种理发的感觉的 我也希望说这种理发的传统手艺 在大街小巷可以随时看得见这种 不要因为这种时代的转变 而淘汰了这种老式的这种理发形式 以前平常是要光脸的 到其他理发精的话就没有这种了 纯统如果是丢失的话 是非常可惜的 如果只能 如果是真的没办法的话 只有怀念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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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